暗夜强风中 艰辛移动救难人员 深入山区救援 因为伊朗总统来西周日 搭直升机不幸遇上恐难 伊朗官媒紧急速报 直升机坠回在国内 西北部山区 聚传来西当时是视察完 边境水壩回身途中 而他最后搭机身影 也曝光 疑似农务强风下 能见度降低 才会导致三架直升机中 一架坠毁 而机上同行的 不只有总统 还有外交部长 多名官员都生死未捕 不只俄罗斯 土耳其也动员救难 对无人机 无人机还疑似寻找到 失联的直升机 但目前失势的地点 天后依旧很糟 搜索任务只能靠着 地面人员缓慢移动 因为我们有很多 的汤水 浸入温度 而且风速 只有5m per second 伊朗首都德黑兰民众 听闻二号 聚集为总统来西 提气 由于63岁的 强硬派总统 国内声势很旺 有民众难过到 眼面哭泣 来西被外界视为 接手85岁伊朗最高领袖 哈米尼的最佳人选 人民观点下 外界也开始怀疑 这起意外原因 是否不单纯 TVBS新闻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